Hello 大家好 我是David 近一星期相信大家都會把所有焦點全部放到股市上 最近股市真的非常輕旺 在短時間內爆升幅度非常大 破了很多年的升幅紀錄 最近大家看youtube有很多youtuber都說這個升市 大家都非常關注這一點 背後的原因很顯然易見 就是大陸放水 救樓市 救股市 讓機構再融資再炒股票 以現在這麼低的基數來說 早前恆指才16,7點 現在是23,000點 短時間之內爆升幅很驚人 這麼多youtuber都說了背後的原因 大家都非常清楚就是阿爺放水 有些人未入市怎麼辦呢 或者現在入市 又哩哩捲的時候怎麼辦呢 如何在這麼波動的市況上 如何獲利 與其要猜猜市是短暫爆升 還是一個牛市的開端 還是掉頭又會轉頭炒呢 這些問題我覺得暫時不需要關心 反而是我們應該要利用好這個波動市 如何去做一個套利的動作 在波動市裡面 就算不理會升令跌也好 都可以獲得最大的效益 今集這條片主要教大家如何落單操盤 我甚少說財經 但我對財經非常感興趣 如果大家看上一條片都知道 我本身在證券行出身 我對財經都有一定的知識 又不是很聰明的 以前又做過一些盤房 做過一些 account executive 做過期貨 又做過一些黃金的調期工作 對於操盤上的認知 也有分享給大家 說到今次的升市 相信大家都知道的原因 就是大陸爺爺放風出來說 有幾項措施 主要是救樓市 救股市 這兩大方面 因為看到戶心指數跌到這個位置 如果再跌下去 是會非常影響中國民眾的消費力 所以他不可以不做些事情 去鼓勵一些人去消費 因為中國大陸 其實很多的民眾 他的資產存款 全部都是all in 樓市 要是all in 股票 如果這兩大的資產 都縮水的時候 可以看到那個消費力 一定是會大幅下降 那就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經濟就會越走下降 最近的戶心指數 上證那些 跌到這麼低位的時候 終於逼到爺爺出手 大水萬灌 我的錢發射到市場 直接移動了市場 很誇張的升幅出來 說到現在的經濟這麼差 主要是因為之前的樓市泡沫 太過勁 阿爺出手 三條紅線 打爆樓市 令到整個經濟走下坡 因為很多人的 一輩子的資產配置 就是放在樓市那裡 令到很多人 資產縮水 又不敢消費 經濟又差 股市又差 跌到這麼低位置 是一個很低的基數 所以一爆上去的時候 升幅就很誇張 怎麼可以在消息市 一個波動市上 可以從中套利 今集就和大家討論這個話題 今集專門自己準備了一些筆記 和大家分享一下 升市之下 波動市 不理升市跌市之下 怎麼去獲利 怎麼去獲得更加高的效益 不會給一些股票投資建議給大家 但在落單的技巧上 絕對可以幫助大家 爭取更加好的效益 利益 先看這個圖表 這個圖表就是一個恆生指數 曾經在一個低位的位置 17,000這些位置 一次過一口氣 一氣呵成 由17,000點到23,000點 短短半個月之內 就升了6,000點這麼誇張 我們以基數來計 6,000除以17,000 升了差不多接近35%這麼誇張 在影片開始之前 都和大家說一說 我自己會用開的一個證券公司 叫富途牛牛 這間富途牛牛 買股票非常棒 因為大家都非常熟悉 它是零用金 安全持牌 非常多人用的富途牛牛 最重要是騰訊旗下 亦都是美國上市公司 一間非常有實力的股票行 所以大家放錢進去 就非常放心 現在富途牛牛 做一個非常棒的一個 一個營身優惠 送超過1800元的營身獎勵給大家 包括什麼 只要大家全款超過10,000元 進去這個賬號 送大家阿里巴巴 約等於600元的股票 稅股給大家 又或者比特幣 都是約等於600元的虛擬貨幣 給大家 又或者超市禮券 400元的三選一 還未夠 如果大家全款超過8萬元的時候 還會送大家 1000元的比特幣加密貨幣 又或者英偉達的股票 約等於1000元的價值 送給大家 但需要保持這筆錢 在富途牛牛內 超過60天才會送給大家 如果大家還想拿多些好處 就可以輸入我這個粉絲 專屬兌換碼 就可以額外獲贈 多200元的現金獎給大家 詳情大家就可以數一數 這個QR Code 這個QR Code 就會去到這個兌換的流程 非常簡單 大家下載富途牛牛APP 再在我的這裡 選擇活動中心 接著 再在兌換中心 輸入我這個兌換碼 我的兌換碼 再告訴大家 就是AZJSK64 只要輸入這個碼 大家就可以額外獲贈 多200元的現金券 回到今天的題材 就是教大家如何落盤操作 操盤 教大家做一個操盤員 操盤的過程 其實有很多類型可以選擇 這些類型 就可以幫助我們 在波動的市場裡 爭取最大的利益 今集就和大家說 如何落盤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如何落盤 最基本 首先有一個價位 譬如5元雞 下方就是買方 上方就是沽那方 只要誰的價錢 進取的時候 就會成交 例如我掛5元 有人沽5元 就可以成交 這就是最基本的落單技巧 不過大家可能忽略了 原來富途偶爾 是一些隱藏的類型 這個類型 是可以幫助大家下單 更加佔一個有利的位置 今集就主要和大家說 落盤 通常落盤 都會有很多種形式 例如是限價單 市價單 競價單 競價市價單 稅股 這些類型 通常我們用的是限價單 即是我們平時拿單 買或者沽 直接拿一個價錢 到價便中 市價單更簡單 不問價錢 市場什麼價錢 直接和它成交 沽6元 我想買的時候 直接6元和它成交 市價單又是經常都會用到 至於競價時段 這類型大家都應該會玩 而我今天教大家 就是關於下面這幾項 就是指選單 觸法限價單 指形 追蹤指選限價單 三種類型 是非常實用的 不要少看這三種類型 待會講下去 大家就會明白 為什麼落單要用這幾種技巧 其實還沒講落單之前 大家知道為什麼 通常10個股民 9個都會輸錢 因為我做股票 可能非常熟悉 輸錢 不是因為你的能力不到 不是因為你的分析力不到 有時候你分析得很準 都會輸錢 為什麼呢 輸是輸在投資紀律上 很多時候我們買了一隻股票 你就會不停地看股票 升零跌 很擔心升零跌 很擔心跌市 也很擔心升完之後 走不走好這個問題 就很糾結 就會令到大家 處於一個情緒化的狀態 正正就是因為這個情緒化 令到大家判斷上失準 很多時候就會出現一個 贏粒糖 輸間廠的情況 或者一輸錢的時候 一到達蟹貨區 就大家爭著解套 爭著出貨 就變成這個情況 贏粒糖 輸間廠 很多時候都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另外一件事 就是大家駐馬上的問題 很多時候大家都是貪置得貧 一次過all in一隻股票 多買多賺 想要賺多些盈利 當你all in一隻股票的時候 你的核心資產 升就好 一跌的時候 就會越輸越多 所以其實投資 第一步不是學分析 而是學投資紀律 如果你沒有一個良好的投資紀律 你分析得多好都沒有用 真的沒有用 譬如你有100元 你all in一隻股票 你跌了50%的時候 你只剩下50元 你要贏100元 你要升100% 你才會升100元 就是這個問題 但如果你有100元的時候 你拿10元的註碼出去 不管贏輸也好 你下一註也可以維持 用10元 你可能勝算是六成的話 就贏贏輸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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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 最後可能你就會贏 這就是註碼控制紀律的問題 另外為什麼要介紹這些 STL、LIT這些特殊的下單類型盤 非常之重要 就是幫大家解決紀律問題 因為很多時候 大家操作上都會受到情緒干擾 升了之後很心紅 跌了的時候很怯 為什麼要排除這個心理出現 就是靠這些下單盤類型 幫助大家理性化機械式去操作 繼續說下去 首先這些盤 先講一個叫做 指選市價單這個盤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當市價 升到你的觸發價的時候 就會扔這個盤出去 可能大家都不明白 再講得清楚一點 假如你現在是一個買入的狀態 你沒有貨的 當你沒有貨的時候 現在有人沽五元雞的時候 你沒有貨的時候 你想要貨就放五元雞出去 即是你超過五元雞的時候 很容易自然就會成交 你買貨高過五元雞 你就會即時成交 即是換言之 我們其實沒有辦法掛一些 十元的單 二十元的單 因為你掛十元的單的時候 就會即時成交 有一個疑問就是 為什麼有些便宜貨 而不是要買一些貴貨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利用 這個操盤的技巧 原因 因為這些操盤的原因 都是一個適合的情況去使用 就不是平時這樣用 平時在牛皮屎的時候 又上上下下下 當然用這個盤是非常不合適的 有情況的 好像現在這麼波動的時候 17.7點直標到23.5點 就非常合適用這個盤 為什麼呢 大家也知道 講到下面 這個盤非常適合 就叫做破位追高追障 情況下非常好用 好像現在行指 17.7點 突然之間一標的時候 你是落不切盤 突破到某一個位的時候 譬如他17.7點 他一破18.8點 突然之間破18.8點 一定是有警棍 一定有消息面去刺激他 他一定沒有可能升到18.8點 或者沒有可能剛巧在18.8點 就掉頭向下 你就可以設一個盤 就叫做18.8點 期指 破位 立即追障 他就會當去到18.8點的時候 不理370 21 就會扔你的盤出來 你扔的盤的時候 會分兩種 他有兩種形式 一種叫限價單 另一種叫市價單 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主要就是市價單 值出有什麼價照吃 有人猜什麼值買 另一個叫限價單 當你觸發了的時候 是按照你輸入的價錢 而去扔出去 即未必會成不了 但當在這個追障的情況 我當然建議大家 用一個市價單 因為這麼波動的市 一定是有警察 一定有消息刺激 才會衝出去 你再下一些限價單 就有機會錯過了 未必可以上班車 下這張單 就有一個好處 就是當波動市 突然之間爆升的時候 這個情況 不只是應用在升市上面 在跌市上面一樣用得到 譬如下星期一 一開始的時候 你預期會跌的時候 你想破位追跌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個盤 我們看回恆生指數這個位 現在收市價就是這個位 前一天它曾經升幅 是可以去到這麼誇張 這一天也是這麼誇張 升幅也是這麼誇張 每天升幅可以高達這麼誇張的水平的時候 如果你預期這一天收市的時候 是會跌那麼多的時候 你就直接可以下一個盤 當它跌穿這個位的時候 你就破位追跌 當它有機會急插的時候 你就有機會吃到這一層的水位 這個下單形式 就可以幫助大家 在一個波動市上面 追障獲利去用 無論升市或跌市 一樣用得著 這個情況 就是扭轉了大家 平時下的限價單 限價單 你下這個位 就即時以市價中 就未必是達到一個破位的訊號 你才追進去 那就有機會買錯市 而定這個位一定要定在一些很強烈的阻力線 阻力區 或者是突破區才能下這個位 好自然突破了這個位 一些個位數的位置 突破了之後 很多時候都會有一段的升幅出來 你就可以捕捉這一段的升幅出來獲利 如果你跟回普通下限價單的時候 你不是因為突破信號而去追 你有機會買完之後 他有機會是真的未必有突破信號 是真的掉頭向下 我們買股票一定是有原因才買的 你某某然買 其實就變成了 你是大小沒分別的 下單一定要有策略 一定是有破位追障 成功率就會高很多 還有可能你會問 那會買貴了呢 沒錯 其實投資紀錄上面最重要的思維 就是不要只看著盈利 你要扭轉你的思維 你是要用一個價錢來做代價 而去換一個升幅 去搏一個升幅 這個思維才是對的 就是你先想自己輸 你想著會輸這塊錢 去搏這塊錢 這個思維才是最正確的投資思維 很簡單 其實你買一隻股票 你應該是 它會升的 如果跌市怎麼辦呢 你應該要鎖定一個指賺位 以及一個指洩位 意思是什麼呢 你用這個跌市指洩的位置 你可以接受損失的價錢位置 這個損失去換你認為有機會升到的波幅回來 這個邏輯才是正確的投資邏輯 如果不是 如果你把這個框框拆除了之後 你很多時候升少少又怕的時候 跌的時候 又被它套住了 又走不到 有得它套 就無止境地損失了 你指賺就是一個很短的波幅上面 而你跌的時候 你又無止境 沒有一個指示的位置 你一定是輸的 這個就是一個賺個框 輸家廠的一個思維模式 這個是絕對錯的 所以大家投資第一件事 要扭轉大家一個正確的投資紀律 投資思維才對 其實那個波幅也要控制 設置指洩 你這個範圍要控制得恰當 指賺這個範圍也要控制得恰當 之餘我們的註碼也要控制得恰當 譬如我們恨指這個位置 你應該設一個指洩位置 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會問 不停地中 不停地中 指洩 指洩 不停地虧錢 沒錯 其實我們買股票 就是一個賭博 就是一個買大小的賭博 所以我們就是不停輸 輸 就是賭一局贏錢回來 如果你沒有這個註碼的時候 你會看到 股市就不停地向下向下 你就會輸很多錢 只要你有這個指洩位 你就有一個有紀律的人 你就不會輸得很多 而且在入市之前 我們要控制註碼是非常之重要的 沒有註碼你all in的話 就只剩一註 有註碼 只要次數夠多的時候 才可以體驗出你的紀律出來 就是你分析出來的準成度出來 否則你一次all in的時候 一次定身死 你分析得多好都沒用 這就是投資紀律上的心得 投資就不只是分析 回歸最基本 紀律永遠才是最重要的 有些扯開的話題 回到下單類型 剛才說了一個買入的狀態 但是指選使架單 就是一個破位追上的時候 非常之適用的一個盤 一個波動時 短時間內發上發落 就很適合捕捉一些突破位 因為突破又不會那麼短 通常一突破就很高 你設在中間的位置 就越準成度越高 但你設太厚的時候 你的水位又越低 但你設太低的時候 你中的機會未必是突破 有機會回頭向下的機會 有越高 所以你設定這個位置 都是有技巧的 最好設定在一些整數位 可能17點18點這些位置 或者股票 5元雞10元雞這些位置 就非常之有強力 阻力的位置 就非常之會有突破的空間出來 另外一種叫賣出 就是你持貨的 正常來說你持貨的時候 人家賣方出5元雞的時候 你直接沽它5元雞 那當然是即時成交 你沽4元雞也好 沽3元雞也好 都會即時成交 因為你沒辦法掛低過5元雞 但你又怕一跌穿某一個位置 會含含聲 直升機的陰足跌下去 那怎樣慎防這個情況出現 正常的盤 你沒可能下到低過4元雞 那我們就要用到一個 止損市價單去操作 怎樣操作 其實它也是反轉的原理 當它急速破位 撒跌的時候 突然之間 5元雞撒跌的時候 穿了之後 就觸發大家 去訂一個市價單出去 沽出去 所以為什麼這個盤 叫止蝕盤 因為它就是防止大家 去輸太多 如果這隻股票 它未必是去到這些位置 它有機會 在埃及5元 都未破到支持位 的時候 反彈回去 那就與你無關 這個盤就是防止有突發情況 突然之間 暴跌一段的陰足 就非常之有用 你又未至於吃光整條陰足 可能是中間這些位置 走了 瞬間市價扔出去 瞬間不問價 出逃 安全 離開到 非常之有用的一個盤 這個就叫止蝕盤 我們正常限價落單的時候 是不可能落得到的 因為會即時成交 所以我們才要用到 剛才說的這個 止損限價 我非常建議大家用止損市價單 因為免得設價那麼麻煩 我們講求是策略 不是講求一兩點的水位 去賺錢的 所以 非常建議大家 全部用了市價單 去直接觸發 直接訂出街 這個止損單 除了 除了剛才說的一些突發情況 爆升 爆跌之外 你想追漲也好 你想防止損失 或者長陰足 你想走得掉的話 都用得著 之餘 還是一個投資紀律 一個非常重要的操作 剛才我都說了 大家下單 理性下單 是要設一個局 這裡買入 升升跌跌 跌穿這個位置指示 升穿這個位置指賺 這樣形成了一個局 你是用一個 輸多少錢的可能性 來做代價 去換一個升幅回來 這個概念才是最準確的 一個投資紀律 當你拆除了這個局 你一定是一個必輸的股民 不要說我口臭說句 你一定是一個必輸的股民 所以用這一項的止損單 就可以幫大家設局 設局 倒大勢 投資就是倒大勢 最理想的操作方法 其實就是不望市況 最好是在收市的時候 或者中午的時候 分析好 設局 就不看價 任由它觸發邊邊 要是觸發上面指賺 要是觸發下面指示 就任由它走 這是一個非常理性的操作方法 當你看到股價的時候 你很自然就心動動 很自然就受到情緒左右 你的原先的看法 就會受到一些指數升跌 波動影響到你的判斷力 最好就是中場12點 中場休息的時候 判斷一次 總結一次 就不看股價 任由它設定好局 任由它觸發 任由它算 總會贏總會輸 但如果你分析得準確的時候 你的勝算可以達到六成 其實你贏贏輸輸輸輸輸輸輸 不算投資專家 你做到六成 六成勝算 已經是非常厲害的 但你要體驗這六成出來 你就要控制好你的紀律 才能做到 否則你看得多進都沒有用 千萬不要期望 你這次一定是升硬 一定是升硬的 沒有人是可以做到百分百 大家都沒有水晶球 沒有可能可以絕對贏 如果你越有信心 我這次九成信心贏 你就注定輸那個 所以我說的東西很實在 教大家都是很實在的東西 大家可能都在分析市場 如何操作的時候 當大家在想市場爆哪邊 升還是跌反彈 還是我教大家如何在波動市場套利 說了第一個盤之後 說了第二個盤 第二個盤 我覺得用途其實不大 這個叫做 觸發市價單指認 我覺得作用不大 主要就是一個正常掛單 有時掛不到超過24格的單 例如你一元雞 你最多買入的時候 你只可以低過24格 或者沽的時候 你只可以掛高過24格 去操作 那你有一個叫做觸發 一個界秘的狀態 再訂一張單出來 其實你正常下單都可以下到的 不過下這個單就有些多餘 但哪些人會用呢 通常都是粗盤的裝家會用的 因為他想收買單 即掛所有單出來 那你就會看到我下一步想做什麼 那當然是度假才扔出來 所以這個觸發指認單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用 因為正常情況你都可以掛單 但是可以突破24格的限制 去掛單 譬如你3元雞 你可能最高只掛到3個2.4 但是如果你設定在5.76這些位置 再觸發它6元扔出去的話 就可以突破24格這個限制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用 可以用一個隱形單的存在 去觸發價錢扔出去 那這個適合什麼情況呢 就是一些急升急跌這些位置 正常下不到單 你預期今天會非常波動的時候 沒空看股票 又下不到單 就幫大家下一個觸發單 接著下一個落單盤的類型 非常實用 大家一定要學這個盤 第三個盤叫做跟蹤止選限價單 非常實用的一個落單類型 有什麼用呢 直接說一說 首先現在我們有一個買入狀態 它可以設定用金額還是比例 去拉遠距離 這張圖就看到了 藍色線是市價 紅色線是觸發價 這個價格永遠都會跟它相差20格 但是它只要跟跌就不會跟升 大家記得 跟跌不會跟升 因為現在是一個買入狀態 先說這個類型適合在哪些情況出現 這個落單類型 絕對適合在一個單邊市上面 在單邊行程之下非常實用的工具 我們現在看的是買入 買入的一個狀態之下 就駁它單邊向下的時候 轉小的時候就買入了 在正常情況之下 你可以掛單的 譬如你現在5元雞 你掛4元雞 是OK的 等它跌到4元雞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買入 但是如果你預期那個唐程 是會持續單邊向下的時候 一直向下的時候 那你沒有理由在這個位置 4元買的 當然是等它單邊完了才買的 但是你又不知道什麼時候單邊完 那你就要下這個盤去跟隨它 跟隨它 拉一個距離去觸發 那個盤扔出去的 所以我們就用到這個盤 當它單邊向下的時候 一轉小的時候 即時買入 就可以買得更加便宜 譬如你現在4元雞買入 原來它可以單邊 單邊到反轉的時候 是可以去到2元雞 那你4元買和2元買 已經有很大差異 非常之大差異 所以這個盤 就可以幫我們爭取更加大的利益 條件就是一個單邊市上面 才用得著的 那你看回現在恆子 很明顯是一個單邊市的狀態 如果你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在這裡追高追高的時候 用這個盤的時候 它當它一轉小的時候 你就會即時走到 單邊市的狀態 那你也看回現在的市況 除了單邊之餘 它的波幅也是非常之大 波動市上突發 爆升爆跌也好 就是很適合用止損盤 和這個追蹤盤 單邊市 一個就是波動市 現在這個市況絕對符合這兩個條件 單邊和波動 非常之適合用這些盤 去撿死雞去套利 全世界都說市況升或跌的時候 其實你不需要你升或跌 升跌也好 你也可以有獲利的機會 只要你看下去 大家就可以有獲利的機會 說回這個盤 這個盤其實有一個觸法價 它就會一直跟跌 維持20架距離 好像這裡設了20架 它就會一直跟它保持20架距離 只會跟跌20架 一升的時候 不會跟它升 一跌的時候 拉回20架距離出來 當它升的時候 不跟跌的時候 就會觸發到這個位置出現 這樣就要扔盤出街 剛才也說了 非常建議大家 用市價單去買入 如果大家再用限價單的時候 大家想再優惠一點的價錢 就未必會中 未必會中的時候 就浪費了你的策略 所以我建議大家 用市價單直接訂出去 既然你判斷是這樣的時候 直接拿貨 不要省一兩格 兩格不代表什麼 而且你看到這裡上面 可以選擇金額和比例這兩樣的 我建議大家會選擇用比例 因為用價錢來說 其實是很難拿捏到的 你一隻大的股票 阿里巴巴百多元的時候 升10元當然代表多少 你很難拿捏到的 但如果大家用比例的時候 突破一轉勢超過5%的時候 你會追入 比較清晰一點的界限 還有當中的技巧上面 你都要調教 究竟那個波動時 自己畫好條線出來 每次升幅的時候 這裡上下相差 多少個百分比 當突破轉勢的時候 你要控制這個比例 怎樣為之轉勢 那個比例深度是多少 大家要調節 反過來其實都是一樣的 我們現在看一個 沽收入狀態的一個 跟蹤止損市價單 亦都是反過來 你現在是在持貨的狀態 正常之下 你可以掛沽單 但你直接掛沽單的時候 它有機會單邊向上 一路向上升 你直接在這裡沽了的話 是有點笨的 這個位置可能是2元 它單邊向上升的時候 你直接沽是有點笨的 可能它有機會升到4元 就要浪費了這個升幅 這個就是 當你持貨的時候 用這個追蹤指示 是非常有用的 它只要單邊向上 升盡的時候 轉勢的時候 就可以沽得更加高 OK 記住一點 就是一個單邊的狀態 還要是持續走一個方向 駁它轉勢的時候 升到盡一盡 才沽出 就是一個操盤的策略 簡單跟大家分享了 其實落單上面的技巧 三種的落單技巧 都是非常實用 因應不同的市況 拿捏到落單的方法 大家在股市上賺錢 就更加容易了 再重複一次 好像這個指選這個 當一個波動市 大陰竹也好 大陽竹也好 波動市之下 你可以設置一個位置 駁它 爆穿這個位置 吃上面那層的升幅回來 或者爆掉的位置 及早指示 不會吃光整條陰竹 另外就是跟蹤指選單 就是一路追蹤單邊市 非常之有用 舔到盡一盡才沽出 或者跌到盡一盡 最慘的時候才買入 都是非常適合現在的市況去用 你看看現在的市況 近期的市期 指選單 是非常合適用的 單邊市跟蹤單 也是非常合適用的 再跟大家做一個示範 譬如現在這個情況 收市價這個位置 如果我接駁它 下個星期一 一開始的時候 就會一條大陰竹的時候 我接駁它是這樣 這個位置 設追價 一個整數位 譬如22000點數位 穿這個位置 追跌買入 你便有機會舔到這堆星幅 它有機會這次原來是反彈的 一劑很波動 極高速的殺跌的時候 你便有機會舔到這一劑 舔到這一劑 舔到這一劑 兩萬二這位 直舔這個陰竹位置 這個星幅 當然不一定是絕對的 投資要涉及風險 沒有一樣絕對的方法去幫大家必勝 不過在波動市上 應用這些落單盤 是非常有用有效的 再看回以前 譬如這些位置 都是一個單邊市 你有機會在這個位置 下一個跟蹤 買入的時候 它突破了這個位置 便有機會升 但不一定是絕對的 當你判斷錯的時候 或者誤觸法的時候 你都要當機立斷 要剪掉它 都不一定是絕對的 你看它轉頭都是掉頭 向下 都不一定是絕對的 但是起碼這個盤 就可以幫大家 找一個對的低位去買 起碼你買這個低位 人家跌到這麼低 都不停損失 好過你這個位買入 跌到這個位 所以落單盤上面 都非常之有技巧 而且落單盤上面 是可以幫我們 調整好我們的紀律 紀律都是非常之重要的一環 設好所有東西 什麼都不用看 由得它浮動 設好賭局 有得它浮動 一會輸一會贏 你可以做到絕對的理性 去判斷這個市況 這張單盤又非常之有用 去幫我們控制紀律 方法教大家 再重複一次 我本身都是股票房出身 我曾經是證監的持牌人 我自己落盤都會用一系列的落單類型 幫助自己去操盤 今天教大家的技巧 非常之實用 我開的證券公司 就是富途牛牛 再說一次 現在還有一個營身優惠 只要大家在富途開會 立即送大家1800元 的營身獎勵 包括有些什麼呢 只要大家入金 一萬元 放超過60天 立即送大家阿里巴巴股份 或者比特幣600元 又或者超市禮券400元 如果大家資金充裕的話 放8萬元下去60天 也是送大家比特幣1000元 英偉達1000元 最後輸入了我這個專屬的二維碼 AZJSK64 就可以額外得到200元的現金獎 一共有1800元 迎新獎金送給大家的 說到現在的市況 很多人都非常關心 應不應該入市 暫時的情況 我對經濟的看法 不太看好的 雖然它這次中國是下重藥 去救市 救樓市也好 救股市也好 捉回消費 捉回通脹出來 效率是怎樣呢 是下一劑藥 還是持續下很多劑 持續放水 大水慢灌 還有市場反應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究竟是否突然之間 賀包漲了 股票升了 樓升了 一齊消費 還是有點害怕 擔心未來經濟是怎樣 現在的情況 有待觀察 但可以告訴大家 現在的情況是不樂觀的 如果樂觀的話 就不用下這麼多劑藥 去救市 救樓市 救股市 現在這個狀況 先看清楚些 有些人說應該入市 現在可能牛市 阿爺不停泵水 應該要入市 這麼高位置 應該追進去 我就不方便給投資建議 不過 入市之前 最好設定 我剛才教的 止蝕位 止蝕限價單 設好位置 起碼你都是有限損失 你才可以保持到一個註碼 低位的時候 繼續衝刺 因為市況差的時候 錢是王 另外一件事要注意 因為現在全球經濟 都不是一個很樂觀的情況 所以大家的資產配置上 就適宜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如果只是放在股票上 就很危險 股市一不行 你就玩完了 所以大家最好 就拿些錢 放在債券上 債券有機會收息 也有主權保證 拿些錢也會買黃金 當貨幣主權受到挑戰 或者是通脹的時候 大家都去抗衰退 買少許黃金 另外買樓 可能經濟好的時候 樓又一支漸標向上 亦都富途和牛 現在真的拿了 加密貨幣的牌照 真的拿了牌照 我才這樣說 可以買少許加密貨幣 比特幣這些虛擬貨幣 放進你的投資 我自己會有少許舉債 也買少許黃金 買少許債券 也放少許錢 去富途現金簿收息 亦都買少股票 幾樣加在一起 無論應對任何的市況 都可以留在一手 如果股市興旺 不升市 股市不興旺 就拿回債券收息 所以富途牛 這個APP 是非常有用的 它可以一次過幫大家 買到加密貨幣 又買到現金簿 又買到債券 又買到黃金ETF 又買到股票 什麼都可以買齊 非常有用的一個正義APP 今天跟大家輕輕分享了一些落單技巧 我以前都在股票行做過 都是股票行出身的 做了幾年了 所以有些心得都想跟大家分享 下一次如果大家想聽一些 關於投資上面的東西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例如你想說 怎樣裝家怎樣操盤 說一個妖孤怎樣去爆升爆跌 整個不同的階段 怎樣去歸邊收貨 如果想聽更多 這些內幕操作的類型 我都會和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留言 看大家想聽些什麼 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